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歡迎收看今天的贏家戰略 那麼今天台股盤中 再創一個短波段的高點 震盪拉回 那今天當然大家都注意到了 盤面上伏額比較重的電子股 今天出現急殺的走勢 那昨天如果你是我的LINE群組 跟FP團隊的投資朋友 你應該相當的清楚 我們昨天怎麼解 我說電子指數這一波 反彈的高點 目前來到季線的位置 其實不管你懂不懂技術分析 至少一個均線架構 再往下走的季線 你反彈到這個位置 它本來就要震盪整理一下 因為這一波我們特別強調 我說台股雖然往上創新高 但是它的結構 以傳產跟金融為主 能夠像我們動力這樣子 創波段新高的電子股 比較少對不對 所以我在1月2號的時候告訴你 我說當K線形態玩風缺口之後 台股進入大區間的震盪整理 因為這個起跌缺口被封閉了 所以我當時提醒你 2018年你要注意兩件事情 當然今天盤面上面大家會怪 電子股在殺 因為這檔股票對不對 3008大立光 今天右邊的阿拉伯數字代表 又破底了3730塊錢 但是我要強調一件事情 我說每一次的多空轉折 並不代表 就像我說我在做多的時候 並不代表每一檔股票都會漲 對不對 那反過頭來講 如果結構現在做多比較有利 那我會請你做多 但是如果結構對於空方比較有利 就像你之前看到我們 這些空單 為什麼能夠獲利回補 就是因為當指數在漲的時候 弱勢股反而更弱不是嗎 所以我從這天開始 圓約三號告訴你 我們多單啟動佈局 因為形態已經確認了嘛 不是嗎 所以到後面直接創新高 當然很多人覺得 真的 這種K線形態一翻多之後 好像停不下來不是嗎 但是我昨天特別提醒你 我說電子股來到季線了 今天才有很多人在講季線 對不對 那你是我的LINE群組跟FB團隊成員 你一定知道電子股要注意的重點 你要避開領先轉弱的股票 所以就弱勢股來講 今天3008大立光往下開 然後呢破了低點 那就代表他領先跌破 這一天啊 12月26號的低點 既然他跌破了 就符合我們之前翻多的時候告訴你 我今年上半年我還是看空蘋果 並沒有改變啊 不是嗎 所以做多你不要加碼貪平再弱勢股 不是嗎 能夠創新高的像塑化 像金融 像銀建 這些都多頭排列 正在創高 那你為什麼不去找 多頭排列的族群來賺錢呢 所以我們之前在講空在講多 其實我常常講一件事情 我說如果你在操作上面 一定質疑要做多要做空 那對你來講一點幫助都沒有 我從10月18號到今年元月3號正式翻多 之前都在放空 空的股票你看在眼裡面 對不對 我說反走過必留下痕跡嘛 不是嗎 所以當我翻多的時候 我也告訴你 我說你可以選擇做多的方向在這裡 在這裡 在這裡 但是不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今天3008大力光 從5515塊錢 後面跌到3800 今天跌到破底 你去搶反彈的 你去攤平的 一點意義都沒有 當然對很多投資朋友來講 拉力光我絕對買不起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至少這個方向告訴你 蘋果裡面最會賺錢的公司 他今天還在破底 大盤反彈第九天啊 所以你要特別提醒你自己 弱勢的股票不要加碼攤平 我之前在空GIS 很多人一路看下來 真的 徐老師你救了我 對不對 玉金光我空370 現在是天文數字啊 不是嗎 所以你現在回過頭來看 電子股你該怎麼挑 我們從翻多的時候 我就提醒過你 當你在翻多的時候 你要去找的事情是 這個族群裡面指標股 有沒有創高 如果有 你從這個方向下去找 我在1月5號的時候提醒過你 電競這個方向 他是創新高的 當然電競的產值會越來越高 這是一定的 來 所以93塊錢的動力 當時我們布局 雙題材嘛 電競加比特幣概念股 後面漲停板 後面又漲停板 昨天 很多人覺得說 哇徐老師真的 做多只要抓對方向 不得了兩天19% 今天盤中動力再創波段新高 115塊錢 當然我們波段多單 有低成本優勢 一定是暴老 可是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於說 很多人最近覺得 尤其是今天 你會覺得哇電子股 怎麼感覺好像不太好 其實不是不太好 是因為大力光的影響 讓你覺得電子股不好 但是問題是 有些股票 我說過了 不會檔檔都跟大力光掛鉤 對不對 今天領先跌破 12月26號低點的電子股 你自己留意 但是有些股票正要剛剛突破 就像我之前在講 我說我看到微星創高 我跑去買動力 因為他具備雙題材 不是嗎 那麼這檔股票 我在雲月5號的時候提醒過你 我說收斂的末端你要注意 他會不會直接做突破 那這檔股票我今天開牌 6261的9元 60塊8毛錢 當時我們進行佈局 因為他是新零售的概念 6261的9元 公佈12月的營收 也不錯啦 年增來到38% 3.62億 以技術形態上面來看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最近這三天 開始在出量 一旦出量 整理的形態就會結束 那麼這個高點就一定會過 技術分析告訴我 整理的越久 後面突破的力道越強 所以對我來講 像這種剛剛起漲的模式 就跟動力一樣 你不能不把握 不是嗎 所以我們這一波在講說 未來的方向怎麼走 其實有些你要特別留意 就像我最近看到 大陸這一邊 上陣2S你要特別留意了 因為大陸的中繼型態已經整理完畢了 股價再創新高 300塊錢人民幣 那就代表說 大陸的高價股已經在動 那這些籃籌股 如果要動 你怎麼分力背更 你可以去想 00633L上陣2S 底部形態突破之後 今天是起漲第一天 所以我們每次在講說 布局的過程裡面 多頭啊 上不封底 有些股票 低漲只要轉牆的 有回席 你都要進行布局的動作 我們在講生計 我說先依財 後新藥 對不對 今天生計指數來到這裡 還沒有進行突破 但是你看到 我們在220塊錢講的金渴 回測完畢之後 昨天來到238塊錢 對不對 你去講技術形態 這種股票 有拉回的時候 通常他都是買點 因為底部已經出量了 同樣的道理 像一財股裡面4107的邦特 也是啊 底部形態完成 這邊長黑洗盤 側季線 來到季線 這個都是波段的買點 所以我常常講一件事情 我說布局你要有一個觀念 當多頭還沒結束 你的股票能漲多少 就漲多少 但是當你咬到起漲點 千萬不要輕易放手 這跟空方的操作完全不一樣 空方操作是短進短出 5%10%一個單位 對不對 但是你要做多 請你底部咬到之後 抱他一個大波段 這樣才能賺大錢 所以你股火不曉得 怎麼要去處理今天手上的弱勢股 尤其是電子股 該怎麼進行轉換 歡迎你利用我們大圓滿活動 跟我們線上助理做聯絡 下一檔動力就會在你手上 就可以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主要也會轉換 快速348 那 physically再性質地 萬一